小家伙忽头忽脑躺在床上睡得响天 护士给他按摩小脚眼 人家都不大力 6月8号晚上10点40分 小林和媳妇小姑乘坐一辆 北京开往烟城的大拔车 返回老家的途中 小姑突然肚子剧烈吞痛 羊水破裂 马上就要省产了 人省底不舒 比较人收租不错 危急时刻 他们跑到德州 秉得高速 大光监察站 求助 那个孕妇当时表情比较痛苦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动了也没法动 距离宇参旗 还有半个多月 一家人佩小姑回老家歹缠 谁知道车刚走到德州 肚子就疼起来了 监察站距离市区 施拱离 大12令已经来不及 知心民警 立即安排监察站的特勤车 把孕妇送到最近的医院 当时孕妇的情况非常不好 在行进的过程中 我们及时联系 特勤警大队直边市 对沿途进行布控 20分钟的路程 我们仅仅用了7分钟 就将孕妇安全送到医院 对 往哪边推 你把车 刘永座你把车 仅仅用了7分钟 特勁就把孕妇送进了城邦 前脚港警门 后脚宝宝就迫不及待 来到了这个世界 会响机当晚的一幕 小狼口仍然难言激动 好顺利 宝宝也挺好 剩下来6斤2两 挺健康的 特别谢谢咱特警 也没有他们帮忙 我们这母子都不知道 啥样的啥情况呢 感谢你们帮我们 突发情况 谁不知道怎么办 幸好有两名特警帮我们忙 我们家小孩小名以后 就叫德胜了 在德州胜了 为了纪念警醒董珀的一晚 更为了甘文在德州 遇到的好信任 肖林和肖谷 把儿子的肖命 其为德胜 在医护人员的招聊下 刚刚出生的肖德胜 胡托胡闹 搀扶肖谷也回复的不错 今天上午 他们办理了厨院手续 乘车干亡 讲俗捞甲 等宝宝长大了 肯定要回来 再怎么说 这也是人生的第一站 很有纪念 希望肖德胜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带着所有闪动人对他的美好祝愿